云南人的水烟瓶 罗平县城的樱花 罗平火车站很多去广东的打工人 再见罗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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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新义站 我现在刚刚到贵州的新义 贵州新义市 这应该是当地小数民族的舞蹈 就算不算广场舞 新义市区到万峰林的豪华旅游公交车 新义市区到万峰林的豪华旅游公交车 旁边就是万峰林的豪华旅游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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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快下山了 这边居然还种着这种 芭蕉树是这样的 太阳快下山了 这块感觉特别的安逸 很多的鸟鸣 鸟叫声 这边的风景的确不错 太阳快下山了 太阳落山了 这块的人还是挺多的 这块的环境还真是不错 万峰林这块住的人还是挺多的 人流挺多 大家听到那个鸟叫声吗 很多的鸟叫声 景区门口 有一个露天的娱乐中心 万峰林有一小部分是收费的景区 但大部分不收费 今天来晚了 明天看情况 可能不去收费的景区 贵州万峰林景区 景区门前的停车场 这块有一个游乐广场 晚上的这个灯光还是挺好看 星医万峰林这块 比海拔低 与昆明温度还要高 白天比较热 晚上寒凉快些 大家晚安 明天见 就会扮得到 散播 明天见 明天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